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前台 然后这边的话是有各国的学生经理都会坐在这边帮学生解决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菲律宾的本地的职员 然后这边的话平常的话是我们的学生经理是坐在这个地方 下课期间的话如果学生遇到什么问题 或者是不满意他们的课程或者是出诉的问题 他们都来可以就是向这个学生经理来寻求一个帮助 然后他们都会非常愿意帮助他们 这边是我们的一对一教室 一对一教室的话通常的话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 然后有个小的黑板 然后就是老师上课的话就是用这个黑板给学生上课的 然后如果学生有什么不懂的话 老师都会非常耐心的给他们解释 然后这就是我们一对一上课的这种模式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么大的教室 然后一个老师一个学生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团体课教室 团体课教室的话一般是一位老师 然后和四个学生一起上课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黑板 就是上课的课程当中 然后如果学生有什么不懂的话 老师就会在这个黑板上给他们解释 然后这就是我们团体课的模式 团体课的话一般不会超过四个人 最多的话只有四个人 欢迎来到我们的带人间 然后进房间的话 首先这边是有个大的衣柜 然后学生可以放衣服什么都非常方便 这边可以挂衣服 然后这边可以放折叠的衣服 然后的话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舒适的床 然后这个床的话是非常柔软的 就是坐在这里都 我都想睡在这个地方 就是感觉特别舒服 然后往里面走的话 这里面是一个除湿器 然后因为这边经常下雨 房间比较潮 所以用这个的话就是 房间不会很潮湿 这个话是学习区域 学生可以在这里学习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 学生可以放些树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一个 学生可以洗衣服呀或者是洗些水果 在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我们的卫生间的话和洗澡地方也是分离的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洗澡的地方 然后里面也是非常昆敞明亮的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厕所 厕所比卫生间的话 卫生间是比较大一些的 然后有一个窗户可以看到外面 对这就是我们的单一间 这是我们的双人间 然后的话双人间的床也是非常柔软舒服的 和单一间一样 这边的话它的洗浴也是分开的 这边的话是洗澡的地方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厕所 都是非常大宽敞明亮的 然后这个双人间的话 它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这边有个窗户是可以 阳光什么都是可以进来的 然后这里也有冰箱 如果学生可以放一些饮料啊或者水果 放在这里面都可以的 然后这边是洗水果或者洗衣服的地方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双人间 这里是我们的森林间 森林间的话这边是有大的露地窗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的话它这个床位和里面的构造的话 是刚才和我们的利用间是一样的 然后的话我们是有专门的就是隐秘空间 就是对学生来说 然后别人看到的 这里面是有桌子放衣服的地方 还有这边放树的地方 就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森林间也是那个宿室 洗澡的地方和这个洗手间的话是分开的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洗澡的地方 也是非常干净整洁的 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厕所 然后这是分开的 分开的话就是用起来比较方便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学校的森林间 现在带大家参观的是我们的学生宿舍 这个的话是一个六人间 然后的话学生他后面 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像的话上面的话是他们的床铺 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这个帘子 这样的话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 然后每个学生都会有个桌子 这个桌子的话 他们可以在这边学习啊什么都非常方便 这边他们可以放一些衣服 这边是一个柜子 就是可以挂衣服的 这边可以放这里的衣服 书什么都可以的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房间的话 还有一个除湿器 在这边的话 因为有的时候房间比较潮嘛 然后的话用这个除湿器的话 就可以把房间里面的水分都除掉 然后衣服就不会受潮 这个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的卫生间的话 是和洗澡间是分离的 像这边的话打开的话 就是我们的卫生间 也是非常宽敞明亮的 非常干净 然后的话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的洗澡的地方 这样的话用起的就比较方便 然后也是非常大非常宽敞的 然后学生坐在这里 也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六人间的情况 这里是我们的食堂 然后我们的早饭午饭 都是在这个地方吃的 然后食堂的话是自助的 然后你可以就是自己打饭 这边食堂工作人员会帮我们拿饭 去给我们打菜 Thank you 然后这里是有 今天是排骨 然后还有一些青菜 这边的话会有一个牛奶 每个人可以拿到一个牛奶 还有一些水果 然后可以在这边吃饭 还能欣赏外面的风景 然后我要吃饭了 拜拜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学校 一个小的咖啡厅 然后这边的话不仅卖咖啡 然后还有这些面包 然后像是不同种类的 这个是起司的 然后这个的话是核桃的 还有其他不同的种类 这边的话也有茶 咖啡或者是果汁什么都有 然后的话学生可以在他的课语时间 可以吃点面包喝点咖啡 或者是在这边学习 因为外面的风景也特别好 所以他们在这边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去放松 然后这也是我们学校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健身房 然后我们的健身房是全新的 所有的健身器材都是最近的话 才是学校新买的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跑步机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健身器材 然后学生的话 很多学生在他们就是上课之余喜欢来这边做一些健身的运动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样的话可以放松他们的大脑 然后就是对身体也挺好的 然后希望如果你们有机会来这边学习的话 希望你们也能享受这边的健身生活 这个是我们的洗衣房 这边的话上面贴的有洗衣服的具体时间 然后的话门上也贴的就是不同国家语言的洗衣指南 像日语韩文然后中文英文都有的 然后学生可以根据这些 然后就是知道怎么洗衣服吧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那个洗衣服的洗衣机 然后这边会有个姐姐非常好 她会帮我们洗衣服 然后这里的话是我们的烘干机 然后衣服洗完之后嘛 就是它烘干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穿了 非常方便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洗衣房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护士站 这是我们学校的护士站 然后这边的话平常会有一个护士 专门坐在这里为学生服务 如果学生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嘛 这个护士会帮他们看 如果严重的话会把他们送到医院 然后这里边有个床 然后如果学生心里不舒服的话 可以躺在这里休息 然后护士会专门在这里照顾他们 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要专门为学生的 就是说应对一些紧急的情况 好了这就是我们的护士站 欢迎来到我们学校的雅思官方考试中心 盼死现在在必要是作为 雅思和拓业的官方考试中心 就是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学生 都可以在这边参加官方考试 而且我们这个所有的设备都是最新的 所以就是对学生来说都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我也希望你们有机会能在这边学习 并在这边参加考试 大家好 这是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个小超市 然后的话就是在你下课的时候 或者你要是想吃零食的什么的话 可以来这边买 因为这个超市是在一楼 所以来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这边有冰淇淋啊 这边还有微波炉 如果你想吃泡面的话 可以它这边会给你提供水加热 然后这边有很多零食 像什么方便面呀 糖果呀 还有一些饼干之类的 全部都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的话这边还有泡面 然后还有一些韩国的食品 然后这次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在我们学校 这边还有一些日用品 像卫生纸呀 洗发水呀 还有这个是杀虫器吧 反正是 然后的话非常方便 还有洗衣粉 洗衣液 这边的话是泡面 然后那边有微波炉 这边买泡面的话 可以直接用那边的微波炉加热 是非常方便的 这边的话是有一些饮料 像什么 像这个比较韩国 在韩国非常有名的 那个香蕉牛奶 这边都是有的 生活的话会非常便利 就是你可以买到 任何你想需要的东西 谢谢大家观看我们的影片 希望大家有机会 能在Pants学习英语 享受 在Pants学习英语的美好时光 谢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